要看診得通過一道又一道的鐵門 因為黃醫師可是屏東監獄的特約牙醫 田律長跟衛生科長到我診所去拜託 叫我到裡面來看診 當初我是拒絕的 那他總共來了到第三次的時候 他是跟我說 我如果再不進去 裡面要暴動 育方三顧茅庐 讓他忍不住心軟 沒想到未受行人服務 一做就是21年 在他們還沒列入健保之前 黃醫師不僅減免費用 還會捐款作為清寒受刑人的醫療費 看診的時候是非常有耐心 也是有愛心 看診費用的方面 也都可以給予滿大的協助 受刑人其實對黃醫師也是滿懷感激 牙醫師畢業之後 曾在屏東最大的醫院待了15年 擔任牙科級資訊部主任 離開醫院自行開業 他選擇在偏遠的內埔龍泉村職業 中低收入榮民遠道而來的病人 他一律不收掛號費 他的愛心與耐心讓病患印象深刻 住得再遠也要來找他看診 你如果等來一次我就可以幫你處理好 他不希望我們再跑第二次 上帝給我這個能力 我可以做就盡量做這樣子了 已經70歲的他 在牙醫界服務39年了 榮獲醫療奉獻獎 他說兩個寶貝女兒會以他為榮 TVBS新聞葉鳳達屏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immune 睛 揮 指 歹